首先是一個好消息,是在日前我們也是蠻擔心的一個案子 就是在德意里的李明慧堂一起唱歌的我們這些民眾 這個案例總共居隔了13人 現在13人採檢的一個結果均為陰性 我們稍稍可以鬆一口氣 不過我們還是需要持續的一個追蹤跟觀察 這是第一件事情跟大家報告 另外是昨天CDC有公布本市9個確診個案 案3288的部分的一個足跡在昨天有先跟大家做了報告 我們接下來說明一下就是現在掌握的其他八個個案的一個情形 第一個是案3289,這是跟3290 3289跟3290是夫妻 先生是66歲,太太是55歲 那都是在我們果菜市場的攤商 所以他們在5月6號、5月9號、5月11號、5月13號到16號 以及5月18號到19號 在凌晨的2點到早上的10點都是在我們基隆果菜批發市場來營業 那現在果菜市場已經停業一個禮拜 那此外有一個足跡是5月10號的中午 大概是11點到12點左右 那夫妻曾經一起到西門町的香滿樓港式飲茶去消費 那另外是5月15號中午的時候 曾經在仁一路的267號的慈喪木片便當消費 不過現在疫調還在進行當中 那感染源也還在持續調查當中 那如果有進一步的一個訊息再跟大家做報告 另外是案3519 那案3519也是成空市場的攤商 那這已經是成空市場第二個攤商的確診案件 那它是在5月6號到5月9號 以及5月11號到5月16號 還有5月18號到5月20號的清晨5點到10點 是在這個成空市場這個販售這個在營業 所以這些時間點特別提醒大家 那現在成空市場也是一個修飾的一個狀況 那因為這個案子我們會比較擔心 我們已經是第二個成空市場的一個攤商確診 那因為已經有兩個攤位的攤商確診 那我們擔心這個場所的一個狀況 所以現在會先針對攤位的一個位置 以及它的社會關係密切者先行匡列 那盡快來進行安排這個採檢 這是案3519的部分 此外是案3686 這是一名高中三年級的學生 男性 那他其實很乖 他的那個足跡其實是非常的單純 那他有在我們巴督車站的全家便利商店來打工 那是5月8號的11點到下午4點 以及5月9號5月15號下午的4點到晚上的11點 另外是5月10號到5月11號 5月13號到5月17號的晚上6點到11點 以及5月16號的9點到下午4點 是在全家便利商店的巴督車站店打工 好 案3687是72歲的男生 那他有到這一個萬華消費的足跡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5月5號到5月12號 5月6號 5月7號 5月13 5月14 他都在早上搭乘9點左右的一個翻車 從基隆到台北1813縣 那之後他都有到台北漢口街的夜上海去消費 另外是到了景州街的浪漫屋來做消費 那此外是在5月5號到5月8號 5月12號到5月14號的下午 大概是5點半左右 搭乘1813縣的國光客運回基隆 此外是5月15號的晚上7點 搭乘1813縣從台北回到基隆 這是案3687的活動史 另外是案3688 案3688是一名25歲左右的男性 那是在新北市上班 那他是曾經在5月7號的上午 大概是8點50分左右 搭乘台鐵的區間車 是從南樹林回到基隆 另外是5月9號到5月11號 是早上9點左右的區間車 從基隆到南樹林 另外是5月10號 是在凌晨的時候 是在凌晨0點到2點 曾經到我們信義區的裴德路9號 海上仙餐廳來消費 此外是在下午1點到3點半 是到我們信義區東明 那最後是晚上 在6點到11點呢 去我們基隆的天籁KTV消費 此外是5月14號早上7點左右 搭乘台鐵的區間車 從南樹林回到基隆 那最後是在5月20號的晚上 曾經到寶瓶書店消費 這大概是這幾個個案的一個足跡 跟大家報告 另外是我們有記者朋友的提問 蘋果新聞網的戴志聖記者有提到 根據集團署的資料 基隆確診者共有40位 確診者裡面有多少人是屬於重度肺炎 那女性確診者中有孕婦 那最小年齡為幾歲 那問題2是我們是不是有設立門檻 如果轄下行政區確診數超過幾人 會成立社區篩檢站 或是單一社區確診數超過幾人 會成立社區篩檢站 第三是根據集團署資料 中山區確診者有10人 安樂區確診者有10人 人愛區是8人 是否有分析為什麼這三區確診者人數較多 未來是否不排除在這三區 成立社區篩檢站 我想第一個問題是這樣 我們的一個症狀大概是區分成三類 一個是輕症 然後是中度 另外是重症 重症的話是指在ICU來接受診治 我們目前基隆是只有一例 此外在確診者中 我們有一例是孕婦 現在正在醫院裡面來接受 整合型的一個照顧 另外最小為幾歲 我想這部分跟整個疫情的防治 沒有直接的關係 我想在這邊不方便做進一步的說明 此外問題2跟問題3 我們基隆是大概37 38萬的人口 已經有設置4個篩檢站 目前正在整備一處 預計在下個禮拜可以來啟用 我們目前基隆市的PCR的檢測 雖然最近這一陣子比較多一點 不過都在這一個負荷的能量裡面 所以我們基隆市沒有塞車的問題 我們基隆市的PCR檢測 都可以在採檢之後1到2天 就可以有結果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整個篩檢的能量 是非常的足夠 不需要特別再設 這個所謂的社區篩檢站 至於這3個區確診人數比較多 我們目前了解 看起來是沒有特別的一個關聯性 謝謝